我跟你讲连就是吃饭的时候 因为我吃很慢 所以同事叫我 叫大家不要跟我讲话 我都会心里很难过 我是真心难过 我真心的觉得很受伤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师之夫妻好心情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纯聊天 今天不是星期五 嘿嘿嘿嘿 对啊 怎么办 我们知道我们要改成每个星期二四六晚上 OK啊 我很free的 有人care我们吗 都没有人来留言 我们社群也开了 官方line at也做了 你自己想想看你有去留你听的节目的言吗 从来没有 对啊 好啦 反正我已经知道我们的这个 还是有人在听啦 本私的属性是这样子的 嗯 你的声音怎么好像有点傻傻的 就刚起床妹 就从昨天晚上一直等到现在 然后我就用睡眠时间来等待 好 诶怎么办 我觉得好像我对于这个单元 好像越来越把它当做一个论文在做 哦 我真的是超认真 我知道啊 我就是有时候半夜起来 看到你怎么拿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在按头 我就是摆了多少的 我就是服按在认真的工作 然后我其实 有一种感觉 就是每次经过桌子 看到你那样子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看到星期二的我 对星期三就是你的论文发表日 星期五就是我的 可是我们现在每次都跟教授脱稿 脱稿四和六 因为就是真的要做很多工作 就是有时候真的觉得 我不要再做试之愈合的电影了啦 因为我要看好多好多好多的资料 就以这礼拜三来说啊 就这一部就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比海还深 我至少看了几十个网页 就是国内外都有类似的人 对你的研究也比海还深 对啊 所以请听众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来多给我们一些回馈 真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 是有价值的 一点温暖给我们这样 对 好就是像我要套用唐启阳的 就是毕竟我也是很重视业绩的哦 对啊 真的 好 那我们就进行巨蟹座的第一集 好 巨蟹座呢 交给我本人来讲 是最有说服力的 对啊 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超级超级的 超级巨蟹座 那你要用那个语气啊 超级巨蟹座 对刚好那嗨卡也是巨蟹座的耶 对 我觉得你们巨蟹座真的很烦啦 为什么 就是 巨蟹座很优秀耶 心太软 真的 诶 你说到一个重点了 对 任贤旗也是巨蟹座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很爱家的 他是好男人 他真的蛮居家男人感的 对 好 就是 好 今天我的节目啊 音乐比重会比较少 因为就是巨蟹座的 我今天要谈的作举家 他们很难用钢琴来表现 嗯 那 讲到巨蟹座的正面特质 嗯 优点 嗯 好 你大概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就是很练家 然后很替家人着想 对 对 那 就是最 大家讲到巨蟹座的第一个 刻板印象 对 好 很温柔 很善感 嗯 然后就是 没什么主见 马上掉到 优柔寡断 对 马上掉到缺点 我比较可以讲这些 对 好 那你刚才说的都有嘛 还有 很富有同情心 嗯 很善解人意 嗯 然后直觉很敏锐 嗯哼 念旧 重情意 嗯 好 但是所谓的重情意是 他认为的朋友 他才会重视 嗯 那如果是 他觉得是局外的人的话 他就会很冷漠 哎 对对对 你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 真的 有时候我们两个人 记得很多小时候啊 还有很多细节的事情 哦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相反的也是很爱记仇的 哦 嗯 对 所以不要整理 哎其实我好像也是这样子 对啊 你的那个上升在巨蟹嘛 所以是哦 哎我再复习一下 上升星座是指什么 三十岁以后啊 不是 嗯 三十岁以后 三十岁以后 啊我知道我知道 是大多数的状况 对对对 主要是你的外显特质 就是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样子 对 然后还有你的长相 跟你的长相有点关系 譬如说巨蟹座 上升在巨蟹的人啊 通常会有一点点 圆润 我知道 哈哈哈哈 月亮脸 然后 月亮脸 真的是好伤害人哦 我要告堂几呀 对 因为其实巨蟹座的人 我们对于饮食很讲究 对 所以就是要吃得好 对 这件事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胖 并不是因为吃得好 是因为吃得太随便了吧 吃些加工之类的 对啊 也有可能啦 嘿 好 但是这个都刻板影响 其实也不是很准啦 我觉得这个 一定有很瘦的巨蟹座 对啊 很多好不好 像你就这样 嗯 没错 然后呢 我们很保守 好 就是所谓保守 就是说 很守城 不喜欢改变 不喜欢很创新 或者是很 其实 你有发现一件事吗 就是星座就是一个 反动的现象 就是 譬如说 呃 从巨蟹的前一个是什么 双子 对不对 双子是不是很创新 对 很求变 对 可是求变到过度的时候 就会很想 有一个保守势力 就会出来 哦你说一个接着一个 对 你看啊 巨蟹座其实不太喜欢被瞩目 就是喜欢就是默默的 比较害羞 那一项 但是 到了极致之后 就巨蟹座就会跳出来说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不要这样 要活在舞台下啊 这样子 好 要 要活在舞台上啊 对 你看我巨蟹座的思考 还觉得 要活在舞台上 我还没有听出来 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说 那双子 我讲出我的心声 我不想活在舞台上 没有没有 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说 那我的双鱼座 就是接到我的牡羊座的时候 是怎么样 哦 很很明显啊 就是双鱼的特质 就是很怎么样 就是 多愁善感啊 然后很牺牲奉献这样子 然后 牡羊座就说 你们不要来 这样子好不好 直接了当 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不是 是真的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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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每个 就是会 暗阴阳 阳阳 对 对 就是星座有分 阴性和阳性 然后真的就是阴性 然后接着阳性 阴性接着阳性 所以星座真的是 一个暗阴阳来的耶 对 对 然后呢 你刚才说练家嘛 因为其实巨蟹座的 那个标志啊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很难说耶 就是 一个六一个九 对 但是把它横着放 所以很像是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翱 一对翱 就是它们 鞋子的剪刀 但是你不觉得 它长得也很像 女性的乳房吗 诶真的耶 对 其实它有两种的意涵 一个就是防卫 对 我们很保护自己人 然后我们也很 自我保护 很强烈 可是呢 我们也 相对来讲 我们也是 很会补育 就是补育 照顾人啊 然后很有母性情怀 对 然后呢 我们其实像 巨蟹的那个硬壳一样 其实是 很固执的 很不屈不挠的 我们其实像 螃蟹一样 其实适应力很强 我们在海里 跟在陆地上 都可以生存 两栖动物来着 对 我们会根据环境 去改变自己 可是其实我们 所谓改变自己的话 那个 适应力强 这个部分啊 其实是要 我们自己认为 我们开心 我们才会这样做 就是 一般来说 巨蟹座的 适应力强 跟双鱼座的 适应力强 其实不太一样 双鱼座 它有一种 就是比较 非理性的 它有点 身不由己的 去适应这个环境 有点水波 逐流性的 但是巨蟹座 其实 我们是很看 感觉的 就是 你会发现 你如果有 巨蟹座的同事 你会发现 他心情好的时候 跟心情坏的时候 工作效率差非常多 对 因为我们很重视感觉 你有发现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最常讲的两个字 其实就是感觉 对不对 你有发现这件事情 有啊 我就是 讲不到词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很喜欢感觉 因为其实感觉 这件事情 其实很主观嘛 其实我们都是用 我们的主观的眼睛 在看这个世界 就是 我们很不理性 坦白说 我们没办法很客观 对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缺点了 那我们的缺点还有 很多愁善感 对 然后 很敏感 其实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可是我以前小时候 真的非常容易受伤 其实 我们之前有做到高敏感嘛 我觉得巨蟹座的特质 真的很高